我是写的细点 你签过合同吗 你懂啥呀 我看别人签过 我回来了 藏啥呢 没有 写情书呢 今天我们家挺干净啊 窗名寂静啊 谁打扫的 我 哎呀妈呀 太阳葱 咱们家里边出来了 小美丽能打扫卫生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 赶紧说有啥事 老实交代 真没事 二伯伯 你现在 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美丽啊 刚谈了一个大胆 一会儿过来人签合同 王有欠 嘴子那么欠呢 欠得好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为啥不给我汇报 我不想着 我想自己锻炼锻炼 看看我能不能独立完成 你独立完成 你完成不了 小美丽你才做了几天生意啊 啊 我可是你的投资人 我要为你负责任 全家把培养你的重担 压在了我这脆弱的小肩膀上 是有责任的 我坐下 王千坐得对啊 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 王千你说 啊 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个 今天要来那个人吧 是 俄罗斯的 那个叫安德烈 妈呀 还是因为外国朋友 那你更应该告诉我了 激动啥 你外国朋友怎么了 我对我的货 特别有自信 价格好 质量好 你做过几天生意 这只是一个方面 啊 这是跟外国朋友 咱可不能丢面 你懂不懂 明白 就是装 二股货 你装的最好是头子 我用得着装吗 跟外国朋友 咱更不能装 对对对 对不对 我钱人方往这一站 那就是成功人士的样本 二姐夫 那现在照你这么说 我们该准备些什么呀 你完全听我的 你现在就不是小米粒了 你现在就是范总 我就是你的财务总监 往前 你就是他的私人助理 好嘞 你不用这个此处 助理嘛 助理就是提包的 你来 来 伺候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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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粒 二姐夫 咋的了 太夸张了 你严肃点 你演小品呢 那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还缺个保镖啊 说的对 哎呀 小米粒 你说的太对了 像你这种身份 确实应该有个保镖 而且是私人保镖 私人保镖 那 哎呀 我可拉倒吧 我上哪找私人保镖去 回来了 不许动 干好了 转一圈来 很好 走两步 走走走走 走 哎呀 很好 干啥呀 挺胸 收腹 抬头 撿皮肤 太好了 太像样了 怎么回事 这 这赵刚子 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小米粒 不 你就是范总的私人保镖 啊 什么保镖 怎么回事 大姐夫 我告诉你 你低嘴 你是谁啊 你是范总 你高贵的身份 要有气质 要矜持 一边练去 怎么回事啊 王助理 大解释 大姑婆 是这么回事 今天 我们要在 前准的带领下 为小米粒 不 为我们范总 能够签约成功 特意排了一个小品 今天来到 咱们家的这个人 是俄罗斯的 叫安德里 你瞧你的样 一边 小米粒 好的啊 小米粒 你过来 怎么的了 你又干啥 你又干啥 我在帮着 你又搞这个 虚头把脑的 是不是 干什么玩意 保镖 我不掺和你这事 我没干过保镖 你干不干过保安 那我干过 我就是从保安 一点一点 干到物业副经理的 一样 你就这么干 照这个样干 那人家来了 我说啥呀 你个保镖能说啥 你就一个词 yes 你们两个 外国朋友马上就到了 你赶紧接下 迎接一下 热情啊 你注意高贵的气质 矜持啊 伺候着 走 好了好了好了 能行吗 能行吗 赵刚子 干啥 赵刚子 干啥 我这做饭的 一会我还上班呢 你就知道吃饭你 不做饭你吃啥 趁着这会儿 外国朋友没来 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 训练啥呀 我就一个yes 还用训练 保镖是有特点的 电视里你没看过吗 就穿你这样的衣服 特别是那个眼神 眼神里要透着杀气 另外还有警惕 你来一杯 开始 行什么行啊 你这是杀气和警惕啊 你这是 饿了 哪有吃的 哪有包的 是吗 我跟你说 我刚才当上面 我不好意思说你 怎么着 你老弄着 虚头把脑的干啥呀 谈个买卖 你跟人家实实在在的 不行吗 我告诉你 眼砸了 你赔我损失啊 这怎么什么事 都得听你的呢 我 我是投资人 你得参考投资人的建议 安德烈道 收服 请凶 捐屁股 这就是那个 外国的那人啊 对呀 这就是外国朋友 你会看不出来吗 头发颜色 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 钱总 你好 你好 哥们 你啥意思 你这件事是不是告诉我 你饿了 yes 哎呀 什么意思 你好 你好 我是钱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范总的私人保镖 他叫铁锤 铁锤 这个粗人 见谅啊 这哥们不错 挺有派 yes 谁问你了 谁问你了 你等会儿啊 范总呢 范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就安排您和安德烈先生会晤 请坐 spasiva spasiva 安德烈先生啊 我们范总很忙啊 日理万机 于是乎这些小生意就交给我来处理 没事没事 我知道 小米粒挺办的 打住 小米粒是我们范总啊 你口口声声小米粒就这么叫 是不是不合适啊 椰子 听不去啊 下次下次注意 没关系没关系 我下面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发展状况 好 现在我们公司发展得很快啊 覆盖面很广啊 对 整个小区就没有不知道的 啊 那 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准备上市啊 对 要冲出小区 走向市区 走向市区 哎 哎呀 陈总 哎 我听着这么像脸摊呢 脸脸脸 脸摊你也懂啊 我们这可不是脸摊 哦 什么 那个王助理的意思啊 那个股市不是在市区吗 啊 我们得进了市区才能进入股市啊 进入股市我们才能上市啊 啊 对 哎 好 真会是 对对对对 哎呀 你倒水吧 啊 你别说话了 铁锤啊 铁锤啊 算计吧 哈哈 哈哈哈 铁锤 铁锤啊 你作为我们公司最基本的员工 跟安德里先生来 这介绍一下本公司 YES 来吧 YES 我爸 YES 喝水 你老YES 可说话呀 你不是告诉我就让我说个YES吗 宝小圈这马上就要露馅了 我也没话说了 你就知道啥 你跟他聊点啥 一会小米链回来不就好办了吗 这是你让我说的啊 你说 哎呀 你好 你好 请出示一下进门卡 啊 那个 进门卡呀 对 铁锤的意思是进门卡就是资质啊 哎 你要是没有资质的话 我们无法跟你合作呀 对啊 有道理 有进门卡才能进门 进了门以后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哦 对 你有了资质你进门啊 你得赶紧进来 进了门我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啊 不对啊 小圈们跟我那个大唱联宝啊 这么和大手一样啊 他都是我教的 对 都归他管 我是物业副经理 我叫赵刚子 哎赵刚子 别说话了 什么情况啊 我就别装了行不行啊啊 来来来 什么情况要几个意思 来几个意思是这样 几个意思了 我跟你讲啊 几个意思 这个安德烈先生是这样啊啊 行了 保养线别在那装了 我跟你说实在话啊 他们跟你演戏呢啊 全是假的哦 我是小美丽的大姐夫 我叫赵刚子哦 她是二姐夫叫钱顺峰 明白不 小米丽这个公司啊 刚刚起步 哦 其实特别需要您的帮助 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啊 啊 钱总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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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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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好 谈得怎么样了 谈钩里去了 你找到了 我大姐夫在这儿 没有谈成的事 你赔偿我就损失 我赔偿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都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实话 我是投资人 你我有损失 行啦 你俩别吵了 我跟你俩说实话吧 其实啊 我们在回的路上 已经把合同签好了 一个意思 二估计 这是小米粒导演的 一场好戏 好戏 秦总 秦总 这都是小米粒安排好的 就想让你知道 微商之道就是诚信 我明白了 他说的是微商之道 就是诚信 我非常欣赏他的词诗 我呢 也借机会过了一把 演小瓶的影 小米粒说 在东北 人人都会演小瓶 我还不信 只一看 你们演得真不错 我很喜欢你们 我也很喜欢你 我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 我演得怎么样 你别问 问街坊邻居们 他演得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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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中国 谢谢 你非常的yes yes 小米啊 大姐夫可得好好表扬你 讲诚信是咱老范家的家风 好样的 大姐夫 你给我讲了 这不都是跟您学的吗 哎哎哎哎哎 光跟大姐夫学 没跟二姐夫学点什么 学了 你带我做生意 带我赚钱 不过呢 在讲诚信方面呢 那你还是不如我大姐夫呢 那我们签约成功 今天我请你们吃饭 啊那那哪行 我知道 盛阳有一家 爱罗斯餐厅 哈达少 我请你们吃爱罗斯菜 那不行 什么 到我们家乡了 怎么让你请客呢 对 是我们沈阳菜 对不对 哎 怎么去 你快下药石烤药石 外带浪雪管供 好 好 好